本来我们就要买美国的死神无人机MQ-9 可是一直没来一直没来 现在突然求果实在讲 来了提早来了 提早来了你说这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因为MQ-9是一个象征性的武器 如果MQ-9来了就代表 台湾跟美国我的指管通情 就完全的等于说合在一起 有了MQ-9 MQ-9要再来了 我们的指挥 我们的情报 我们的管制 我们的所有的通讯 全部都跟美国是同步的 所以美国太北洋陆军司令才讲 台美要干嘛 我们要操作相同的军备 连接同样的武器系统 使用相同武器化的 相同自动化的系统 这个代表就是MQ-9 对 为什么我们台湾要买MQ-9 很多人都不懂 我们自己中科院就有做无人机 我们有瑞渊装 我们为什么要买MQ-9 原因很简单 MQ-9买来了 就把台湾跟美军 两个军队连在一起了 连在一起 打通了台湾军队跟美国军队的 任督二脉 就那么简单 为什么 因为了这次美国太平洋陆战队 司令鲁德 特别来台湾参加了 台美国防产业合作论坛 他讲了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概念 他说美军现在合作 台美合作终极目标 就是台湾的军队跟美国军队 可以进行不同的任务的过程中 可以共同使用C4ISR的沟通管道 简单讲要把台湾军队跟美国军队 共同的所有的指挥管制情报系统 在同一个界面上 因为我们才讲 俄乌战争告诉我们 我们说我们要战场管理 我们要使用同一个地图 我们要使用同一个通讯 现在就是把俄乌战争里面 我的战场管理的那一套 打到台湾来了 对 因为台湾本身 自己就有自己的C4ISR 就是恒山指挥系统 加上陆军 海军 空军 自己的网路系统 把它全部连在一起 可是问题是 我们这个网路系统 没有跟美军连线 没有跟日本连线 没有跟菲律宾连线 可是问题是 MQ-9为什么我们要买 因为很简单 我们那个MQ的不是MQ-9 我们是MQ-9B 这个B是为西太平洋设计的 它的所有包含的 被累积到 包含遇到冰爆 包含遇到海水 包含遇到下大雨 这过去在中冬沙漠都没有 对 那个B是为西太平洋的 适合海洋气候的 对 海洋气候的 甚至它连镜头照到海水 它会折射 以前在沙漠没有 这个B是 台湾买下来之后 是完全连上美国系统 可是当美国系统一连上的时候 美国系统可以帮台湾架起 跟哪个系统的桥梁 可以跟日本系统 指挥系统架起桥梁 可以跟韩国指挥系统架起桥梁 可以跟菲律宾的指挥系统架起桥梁 整个第一岛链 当我们连上了跟美国C4ISR一连线的时候 不好意思 韩国 日本 台湾 菲律宾 全部窜成一条线 所以MQ-9P不是我们买 日本也有买 MQ-9P是非就在日本是非 所以它就是一个共同的管理系统 所以我们的C4ISR一直有个问题 就是我们只有国军自己连线 我们没有跟美军连线 这是MQ-9P是一个东西 我们以前也搞C4ISR 对 可是我们是自己在做 我们自己在做 我们自己在搞 恒山指挥系统是这个指挥中心 陆军的入支系统 海军的大臣系统 空军的强迫系统 他们是一块 可是没有 我们整个网络没有去跟美军串联 好 这个MQ-9P是一个其中非常非常重要 对不对 背后其实有非常非常多 我讲包含空军 包含防空系统 包含鱼雷都有 比如说空军 为什么我们F-16要升级成F-16V 里面有非常一个重要概念是说 我们把F-16V加上Link-16的资料链 这个Link-16的资料链 可以上美国的C4ISR系统 比如说 为什么现在美国愿意 让我们爱国者在台湾打开雷达 过去台湾爱国者 尤其是爱山 不可以打开雷达 因为美军希望 南韩的SARD系统负责高考空 我们的爱国者系统负责中低空 再配上日本的神盾 陆基神盾 来打造一个3D的网络 所以这些呢 全部连到 玉美台是同一系统 对 全部上到这个系统 变成一个所谓的防空系统 C4ISR 还有很多人在问了 我们刚好买暗制鱼叉飞弹 暗制鱼叉飞弹 我们其实是有雄风飞弹 我们刚好买暗制鱼叉飞弹 我问过一个军事专家 他说暗制鱼叉飞弹 这400枚不是重点 重点是买鱼叉送雷达 这个雷达是可以连美军的 因为这雷达跟美军是同样规律 所以我们才可以很准确地打到对手 对 才可以很准确地打到对手 所以我现在谈的 对 这个美国前太平洋陆战队司令 鲁德说的对 我们很多人不懂 我们干嘛又买MPU-9 我们明明就有 我们干嘛买暗制鱼叉飞弹 我们明明就有 原因是我们不只买 还买它的雷达 还买它的连结系统 好 这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我们讲说 我们国庆C4ISR缺什么 缺智能决策系统 这个智能决策系统 在俄乌战争里面 我们讲过太多 战场Uber嘛 对不对 会有一个大型的AI 告诉你 而且你特别谈到就是 我们今天讲过 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今天MQ-9后面 就是它的C4ISRF 以前美军的猎杀 美军的整个战场管理 它靠的就是这一套 所以MQ-9为什么恐怖 它在空中 我可以侦查 我可以监控 我可以指挥 甚至我可以暗杀 对 就是它MQ-9之所以恐怖 它是真打一体的武器嘛 对不对 过去在中东多少次暗杀 包含苏莱曼尼的 我们都特别谈过 苏莱曼尼是他杀的 苏莱曼尼就是MQ-9在暗杀嘛 苏莱曼尼那时候还鬼鬼祟祟 坐车没有去check in 坐车到飞机的停机棚 再上飞机 然后再混着跟人群一起下飞机 下飞机还坐那个 丰田那种老的车子 结果拍子一路MQ-9就跟着你 跟着你把所有资讯都回传到指挥系统 回传到指挥链之后呢 不好意思再锁定你苏莱曼尼 透过MQ-9来打你 后来苏莱曼尼还是基础版 后来MQ-9小事身手后 第二个伊朗的核武专家 后来怎么死的 MQ-9连接路边的机关枪 去瞄准它嘛 对不对 这又是另外一个概念 所以MQ-9就变成是我们在讲了 各个比如说你把它想成一个神经网络中 MQ-9就是神经网络中的神经元 它负责把所有神经网络串起来 可是问题是国际上缺一个智能化决策系统 我们都知道俄乌战争都有这个 我们叫做Delta系统 这个Delta系统呢 就是一个把所有的情报都拉进来之后呢 这Delta系统来决策什么 决策我到底要派标枪飞弹去打它 还是派M-8-8-8去打它 海马斯去打它会有个智能决策系统 你知道我们现在国军还落后到什么程度 我们要开火鞋会议啊 火力协调会议 我们今天呢 因为这次的汉官野袭 不是要陆海空三军协商共同打个目标吗 过去要搭钱馆来开会 开火鞋会议 你谁设谁设 开个会完后才决定 最快也要20分钟到30分钟 不好意思 你现在如果连上美国的C4ISR的话 连智能化决策系统 大数据AI告诉你谁来打 我们的前线示范兵被动接受指令 打出去就对了 甚至连坐标都可以告诉你 这等于是这样走 所以难怪人家MQ-9为什么这么重要 对于说 我可以指挥千里之外的这个无人机 我可以把战场看得非常清楚 看得非常清楚以后 第一个我可以监视你 我甚至可以杀你 这个背后是什么 背后是你天上的雷达 这背后是我的指挥链 如果MQ-9来了 台湾才会有这个卫星 才会有这个指挥链 而且MQ-9还可以干嘛提供目标数据 听说他一次可以锁定一千个目标 对他可以把一千个目标数据 回传到后方大电脑 后方的大电脑透过数据来分析 这一千个目标 谁的优先勾集顺序是什么 然后优先勾集顺序要用什么样的武器去打 你不适合用大炮打小鸟 你也不适合拿手枪打大象 到底大炮能不能打到大象 手枪可以打到小鸟 这是背后如果开火力协调会议 你开完会人都走掉了啦 那这个就是整个乌克兰战场的Uber的概念 Uber的概念嘛 所以现在这条系统 因为美军之前也没使用过 可在这俄乌战争之中 我们已经用得非常非常熟悉嘛 我听到最离奇就是 苏凯三十被一个这个什么 油猜打下来的故事嘛 还有一个老太太的番茄罐 老太太的番茄罐是假的 因为她拿番茄罐去砸无人机吧 跟那个油猜怎么打下来 后来我们看到是说 她根本不知道 她收到指令叫你几点几分到这个山头 到这个山头 几点几分把你手上刺得掉 往上面打 打掉一台苏凯三十 这就是基本 就是对于前进所的苏凯 你不需要去瞄准目标嘛 你只要知道什么时候会来 大数据告诉你嘛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 既然俄乌战争使用这么这么的顺畅 而台海战争是个更复杂的战争 可能会面临到陆海空 甚至两栖登陆状况之下 更需要C4ISR嘛 所以我觉得 董事长 刚才讲的 美国派了25个军火商来到台湾 或百分之问导游 来这边走马看话 一下就说 没有想到现在看起来越来是玩真的 而且现在刚才讲的 美国前台北洋陆军 陆战队司令鲁德奖 我们现在台湾 他要建构于什么 台湾就是美军 因为你只有你是美军 我才会用同一个图像 用同一个指挥系统 用同一套口令 来建构整个两军作战 对 他讲的就很有道理 他说终极目标就是能够达成 共同操作 那现在有到终极目标了吗 还没有 所以现在没有啊 那为什么过去不给我们 这个简单的道理 为什么过去美军不把 CIS-R整个系统给台湾 我们台湾以前有过雷达系统 你记得我们在20年前 你听过吗 有天网 天网 天网后来发生有问题了 或者空军还搞一个什么 铝窩计划 要去补天网 笑话连篇 就我们的整个指寻系统 就是控制这个事情 一直是落伍的 为什么落伍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的准则是落伍的 我们的整个部队训练的模式 跟作战的模式 跟观念 跟指导原则 不是美军那一套 不是美军那一套 为什么乌克兰可以做 因为乌克兰在乌冬的 这几年 七年的准备工作当中 它的整个编队 它的整个作战的准则 全部是美军训练的 所以北约训练一套东西 就是它在乌冬打的时候 一开战的时候 打的时候 它马上用斯坦林给它 它这个CSISR马上可以用 它不是用CSISR 这是不同的系统 但是可以连结 我的理解是不同的东西 因为它是很复杂的一套 演算系统 那你要看到在战场上 能够定点找到一个目标 能够马上能够攻击到 精密打击 这个是多困难的一个事情 换言之讲 这是个大部分在乌克兰的操作 是由北约或是美军 独立操作完成 然后乌克兰的部队 是做执行的工作 其实这个执行的工作 它当时的准则 也经过了七年的训练 那个七年的训练里面 还有美国的佣兵在里面帮他忙 所以CSISR为什么要终极 我们不要给我们 今天就要给我们 为什么今天不能 因为我们的整个陆海空三军的 操练的准则 跟我们所使用装备 跟它美军是不一样东西 这大问题 所以它现在带着军火商来干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我直觉一个感觉 干嘛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台湾的军火 或者生产制造 只差一件东西而已 很简单 就一个东西 就发动机 就跟中共一样嘛 我们就有一个陀螺仪跟发动机嘛 这只要有陀螺仪跟发动机 我们就可以做飞弹嘛 我们就可以做导航嘛 然后发动机就可以做远程嘛 所以这射速的远程跟精准的得力 就是这两个玩意 那可是我们有什么 我们有半导体 全世界最好的半导体 所以我们只要把半导体设计出来 我们就有可以做出最好的 这种攻击性的武器嘛 所以它现在在台湾来的目的 我觉得我觉得 它是在找协力厂商 要跟它一起合作 干它想干的事情 就是说它在台湾找下包 我讲简单一点 要找下包 因为美国没有人做这个事 美国你看到没有 它一个飞弹做出来 它炮弹也做不出来 飞弹做不出来 它一个尖射飞 它一个赤射飞弹 一年做200颗300颗 它的产量根本来不及 你看到韩国一做几万颗 所以它知道它美国搞不定了嘛 所以到台湾来找协力 但是台湾的条件 跟韩国跟美国又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有个台积电 我们台积电可以做非常好的东西 我们有中科院 可以做非常好的东西 我们的战略发展有个基本原则 不是搞这种东西 要什么东西 就是战略制止 我们不是攻击 我们是要拒织人家 防御人家过来打我们 就让你没有能力打我们 让共匪不能打我们 是我们的建军的主要目标 我们民进党政府不谈这东西 所以这一套东西 它早就应该给了 现在还在评估 还是要终极务端要给我们 这是因为他不相信我们中华民国国军